在公岛口車站約100米左右 有一間傳說中的鰻魚飯店 不懂得讀 我來港島和公岛的朋友都叫我一定要吃 它裏面有一道很神奇的菜式 立即進去看看是甚麼 事不宜遲,我忍不住了 真的沒吃,很餓 立刻打開傳說中的 他們叫星萬飯 看看是甚麼料理 終極炭燒味 炭燒鰻魚味 而且鰻魚的質感很好 真的很難吃 有這麼難吃的蠻魚味 不要來,千萬不要來 阿林,趕死鳥 趕船一落,快快快快 看到這個標誌性的水中鳥居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趕鳥這樣趕 是要去哪裡 沒錯,就是被稱為日本三景之一的公島 坐了不夠,15分鐘就到了 其實很近,過河 好像坐到海小輪一樣 完美 完美 霸氣 好,走 走 日落時分到公島 當然要第一時間回酒店 先換一件肉衣吃晚飯 好餓 好期待 聽聞公島的蠻好出名 又海鮮又牛肉 碟碟都鬼死精緻 不過他們全部都是配角 主角是誰 就是他們 炸蠻 炭燒蠻 好吃 果然有水準 雖然已經很早起床 但是日出就沒有運看不到 幸好就撞正潮退 都可以走到鳥居下面 看看又摸一下 好啊 我看到有些人摸了銅錢進去 如果銅錢沒有沖走 願望就會實現 不過為了保護文物 大家還是不要再摸下去了 這個鳥居起碼都有多久歷史 百多二百年 可能也不止百多二百年 所以其實 真是 Ring Japan 真是挺耐心的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來到國寶鹽島神社 就是在大鳥居周圈 鹽島神社是一千零一座 建在海上的神社 裡面設計以紅色為主 布局也非常講究 沿著日式回廊一路走到出口 是不可以走回頭的 日本人的名字 真是 好比而所知 我的山名叫做妖害 哈哈哈哈 那些名字真是很棒 我這個傳說中的宮島生命物 Oyster curry bed 真是 咖喱包的好咖喱包 這個咖喱包一點都不惹小 你看這些豪雞這麼大隻 還天天新鮮製造 這麼正才是四百日圓 真的有隻豪雞在裡面 不要壓力了 原來很喜歡 這隻豪雞很新鮮 味道很重 除了蠔包之外 宮島的參拜大道 還有很多東西買的 適合女生去到哪裡都要購物 這裏連忍者散都有 阿賊 即燒即食的山蠔 這裏周街都是 新鮮得來又很大隻 你在香港 哪裏有機會吃到 阿賊 阿賊 我們下午走進來 這間綠仔小店 都很日本風 是阿宮島的 然後烏冬也有蠔 滿清十大蠔營你就聽過 滿清十大蠔營你又聽過沒有 這裡就有三種 又煮又焗又鐵擺燒 你想點啟就點啟 最重要是啫啫啫啫 乘船出宮島口 不要忘記買兩個豐熱饅頭酒 沒有吃過又怎麼叫來個宮島 下集兔仔星人大戰地球人 所謂似多就生氣死掌 小小隻就搞得我超狼狽 監仔這集出街行不行 我個閹尾廚 這集出街道 超狼狽的 我看到了 今天就能吃過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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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